这个又是一个有改电的案例 Versedes Benz 的 EQA 实际上它是 GLA 的电动版 但是它的平台是一个汽油平台 可是它改成电动车 虽然如此它的这个 续航最大可以到 429 km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QA 有什么特点 这辆车原厂优化了它的风阻系数 因此它是电动版的 GLA 可是因为它是 Under EQ 这个 Sub-Rain 的关系 所以它拥有了一些 EQ 专有的设计 例如说这个连贯式的热剑行车灯 还有剑式型的头灯主设计 另外这边完全是平面的 钢琴黑的材质很亮眼 内建雷达代表它有先进的安全配备 这辆车原厂优化了它的风阻系数 因此它的风阻系数只有 0.28 加上底盘非常的平整 这样一来不止可以提升这个车辆的 MVH 表现 连加速跟这个续航都可以加强 由于这个 GLA 250 是 AMG Lite 的关系 所以它也配备了这个 AMG Lite 的轮圈 这个设计跟 E300 AMG Lite 非常类似 只是它有这个黑银双色的设计 同样的也有降低风阻系数的设计 让它可以有更快的加速跟更高的续航 在这个车尾设计方面 它同样的跟前面一样采用了这个连贯式 的 LED 成条设计 晚上的话识别度非常的高 非常的亮眼 同样的因为它是电动车 所以这边下面是没有排气尾管的 然后它有这个电动的尾门开启 打开了电动尾门之后 其实它是没有 spare dia 的 它有给你的就是这种打风机补载剂 因为这边下面要放置电磁组 然后它的轮胎是浪费的 dia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如果爆胎的话 你会遇到这个轮胎没有风的情况 当然这个情况只限于普通的爆胎啦 这一个 EQX 的内装设计 基本上跟 GLS 一模一样的 P 这边是皮革加 几皮的混搭 然后这边有氛围灯的设计 两个 10.25 寸的荧幕 这一个是数位化预表 这一个是 MBUX 的主机 有 Touchscreen 有 High Mercedes 的功能 有 Android Auto 有 Apple CarPlay 同样的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可以进行车辆的一些调整 然后剩下的细节 基本上跟 GLS 真的是一模一样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提高你的手电的 让你的手控制的时候可以舒服一点 我觉得这个内装其实科技感很强 但是跟 GLS 一模一样的关系 所以感觉没有什么新鲜感 你怎样觉得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这个尾部设计我不可以讲它小 只是它跟大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讲它的轴距是 2729mm 可是实际上它的这个空间表现 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啦 后面坐两个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大锤 基本上是悬空的 坐鞋一点就会被顶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如果你不是开长座的话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它还有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而且下面它有 USB 的插槽 可以让你的手机进行充电 只是它的 USB 插槽是 Type-C 我个人觉得这个座椅的发泡棉是有点硬啦 坐鞋的话屁股真的是会痛 所以你要知道这款车舒不舒服的话 自己来坐一下你就知道了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它的电动机 这个电动机它采用的是 190 HP 的电动机 峰值扭力表现 370 Nm 因为它有即时扭力的关系 所以它的 0-100 加速是 8.9 秒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的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 429 公里 如果你采用 Fast Charge 的话 只需要 32 分钟就可以让它 从 4% 冲到 80% 这个速度其实还是很快的 而且有有压顶感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 EQA 的抢先介绍 大家觉得这款车的售价怎样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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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看 仔细 我们下咒 没有 发 zijn 我们下咒 简单 INFORM 无利 aking complia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